大家好,我是立宜 我目前人所在的位置是立宝國際賽車場 為什麼會來到這邊呢? 其實就是參加馬車X AMG 2019年的駕駛學院活動 這一次的活動內容是非常的豐富 另外呢,我還記得在2017年的時候 我曾經到過大鵬灣參加同樣的活動 他們叫做ADA的駕駛學院 非常的盛大 那當然這一次回到賽車場 再次的參加他們的活動呢 我覺得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同時也很興奮 是 另外一個讓我覺得興奮的 最重要的點是在於我身旁的這一台 它其實是Mercedes AMG 最新的35 車型 終於來到台灣了 也在今天正式來做發表 總共有三種的車型分別是 A35 A35 Sedan 以及我身旁的這一台 CLA 35 車型 那建議售價的部分呢 A35 是落在 250 萬元 A35 Sedan 則是 255 萬元 至於我身旁的 CLA 35 Coupe 車型呢 它則是落在 269 萬元 其實從售價上面的分野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對於不同的車型 訴求啊 定位啊 都做了一個架差的設定 另外呢 全部的車款呢 都配上了 4MATIC 全時四輪傳動的系統 同樣的也使用了同一顆的 2.0 升渦輪增壓四缸的引擎 我先來講一下外觀好了 在外觀的部分呢 你可以同時發現它具備了 Massage Spence 新世代的設計與會 同時也有非常多 AMG 的元素在裡面 單乍式的水箱護罩柵欄設計 另外呢 在最下方 在側邊這個780的柵欄呢 它則是採用了一些霧面的 塗裝去增加它的質感 如果你今天將視線轉移到車側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現 CLA非常非常引起大家注目的 四門的Coupé造型呢 在35車系上面呢 也全部的保留下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關於它的鋁圈 這一次呢 它又採用了一個專屬於 AMG 的鋁圈 它是標配 19 吋的鋁圈 當然在側邊呢 也可以看到一個 TURBO 4MATIC 的名牌 如果我們看到車尾的話呢 第一個重點 尾翼的配置 不管是 A35 CLA 35 以及 A35 舍電車型 它其實都有採用了一個尾翼的配置 當然你也可以在加架 在 A35 車型上面選配 更加誇張 空地效果更好的尾翼的設定 另外呢 在側邊 我們可以看到有 CLA 35 的名牌 不管你今天選擇的是任何一個 35 車型 它都會有名牌 去驗明它的鎮身 另外 AMG 的名牌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最下方呢 則是可以看到 雙邊單出的排氣尾管 如果你今天選擇的是 更高等級的 A45 S 車型 它在尾管的配置上面呢 就會採用了雙邊雙出的排氣尾管 更為競技化的設定 好 來到車長 我可以發現它在整個設計的格局上面呢 跟目前新世代的賓士車款 有很類似的設計與會 如果是 A35 的話 就跟 A-Class 非常的類似 至於 CLA 35 的話 跟 CLA Class 也是非常非常的類似 那當然呢 我認為它的改變呢 主要是針對一些 比較競技化的設定 包含了一些縫線啊 它皮質的展現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這一句 跑車化的座椅 它在支撐性以及包覆性的表現上面 會比同車型的 不管是 200 啊 180 啊 250 的車型 都會來得好上一些 另外我可以發現 其實它在整個資訊系統的設定 尤其在介面上面呢 也做出了一些比較運動化的設定 它可以讓你去看到 目前的煞車的狀況 你油門加壓的狀況 還有你的 G 值以及增壓值 直接可以顯示在這兩具 10.25 吋的螢幕上面 而方向盤的設定呢 使用了平底化的設定 在上面的快捷鍵呢 跟目前我們看到的一般車型呢 都是一樣的設定 好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於它這次搭載了一顆 2.0 升的直式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可以達到 306 匹 而峰值扭力則是落在 40.8 公斤米 搭配上七速的雙離合漆自首排變速箱呢 我相信這個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我認為它其實是有點取代過去 A45 的位置 不過當然在馬力亞已經有力的部分 它稍稍調降了一些些 不過呢這也可以讓一般人更能夠去深入這台車 並且更能夠感受到這台車的魅力 那至於它究竟開起來表現是如何呢 我想在明天的實際的賽道體驗上面 我們會告訴大家更多 你期待嗎 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明天見 沒錯 今天就是正式的賽道活動 完全的呢 把所有的 AMG 的車款 全部搬上了賽道 讓我們來進行的試駕 那其實今天主要的重點呢 會落在幾個 第一個呢 我身旁的 35 車系 我身旁的是 CLA 35 另外還有 A35 以及 A35 Sedan 我們今天都有機會去體驗到 另外呢 43 53 以及 63 車系 也都在我們今天的體驗項目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想今天的重點 我們還是放在全新推出的 35 車系好了 其實今天呢 在力寶賽車場 已經算是蠻熟悉的一個場地呢 我們駕的這台車 進行了大約 4 到 5 圈的實際抄架 前方一樣有前導車由教練帶領著我們 來做實際的抄架活動 那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 教練他會試情況 去做速度上面的變換 而另外呢 教練也針對每台車 透過對講機 來針對我們一些不管是開車的技巧啊 以及你的車子的行進的軌跡上面 做一些些的修正 做一些些的提醒 所以其實今天整個在力寶 上面開車的感覺是非常舒適的 而且確實能學到一些東西 那我認為 關於 CLA 35 這台車 我必須要跟你說他其實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第一個 他的引擎輸出是非常非常的線性的 你可能沒辦法感受到過去 A45 車型那種 比較情緒化 比較激進一點的輸出反應 而在 35 車系上面呢 你其實可以發現 他整個輸出不管是線性啊 甚至是他在換檔的流暢度 另外他對於整個邏輯的調控上面 我相信他都是一台更適合一般大眾來代步 甚至是去跑山的車子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你在市區開車的時候 其實舒適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今天針對整個 35 車系呢 我其實在賽道上面 我並不覺得這台車 他開起來會過於的硬派 過於的顛簸 反而在 Convo 模式之下呢 其實你可以感覺這台車 他有維持住一定的舒適性 那如果將模式切換到 S 或是 S Plus 模式的話 不管是在輸出的反應啊 在轉向的手感 以及他對於整個指向性的掌握上面 我覺得 35 車系 其實是非常適合跑力寶賽道 這條賽道 畢竟第一個他的軸距不寬 而第二個呢 他的動力範圍呢 大約就是落在 300 多幣 300 多幣 以及 40.8 公斤米 而且大家不要看他喔 他其實 0 到 100 加速 只需要 4.8 秒 所以呢 我覺得這台車 絕對是非常適合台灣環境 或者是說適合台灣賽道的 一台車 那當然因為他的整個 接觸地面的反應呢 其實他的懸吊系統是搭載的 全部都是獨立懸吊系統的 那如果你要拿他跟之前的 不管是 A 180 啊 A 200 啊 A 250 車型來比較的話 我覺得他其實在設定上面 他確實有兼顧到舒適性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想要非常激烈的去抄架他的話 他也可以在支撐性 以及在整個側頸的掌握上面 給你非常不錯的回饋 所以呢這是我大約今天對於 35 車型的一個想法 當然他也搭配上了 4Matic 四輪傳動的系統 我認為他整個在 不管是動力分倒啊 以及他的配合上面呢 算是恰到好處 其實基本上今天在賽道上面的體驗呢 我依舊認為他是一台 結合了刁鑽以及實用的運動性能 當然還有所謂的舒適性的一台車 所以呢我覺得這台車 他主要要打的對象 大家應該很清楚了 DNW 的 M135i 那針對新發表的 A 45 S 的話 其實今天很可惜的我們沒有辦法去試駕到 另外還有 GT-R Pro 其實今天是由教練開車載著我們學院 去進行了一個賽道的體驗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難得的一些經驗 那我認為呢其實 AMG 的駕駛學院呢 你可能會覺得 他需要繳一些錢才能夠來參加 可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說 他其實並不算是一個 純商業性的活動 他更多的展望是在於 他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讓更多人去了解到 關於賽道 關於賽車 以及關於賽車手的事情 這可以讓大家可以走出一個 我們所謂的舒適圈 或是說更加深對於 AMG 運動車款的感受 下次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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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ty dot Sandy 開玩笑 影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